中央政府批准了林郑和曾俊华辞职之后 林郑就急不及待出来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 但胡苏珍还有一些油泡琵琶半遮面发表书面声明 还要考虑不日就会宣布了 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呢 刚才说了林郑 出来的记者会就很清楚了 第一就是晒冷 这个陈志施就为这个选举办的主任陪她一起出来 然后就说给人听我有什么班底 包括夏佳里商界的人物很丰富等等 你会留意到她在记者会里面是有少少的转调子的 那些记者就问她是否延续梁正英的路线 会不会令到她失分 那她的说法就是说 是延续本届政府以民为本扶贫安老坐虐的路线 好的路线她就延续了 这一点是跟她开始说要再重新考虑参选的说法 是要有少少出入的 不过呢 她也是非常之多的梁振英的影子 在她这个记者会里面提出来 譬如她仍然是用了一句行之正道 穩中求变 那这个其实是梁振英选举的时候 或者是她这个施政报告的时候说的东西 她也不能够否认即使通过这个记者会 也不能够否认她真的接着梁振英的路线 一直走下去这种风格 那这个呢 老实实是会令到她在香港市民心目中 那个民望的分数会大打折扣的 但是呢 讽刺的地方呢 就是她在这个记者会里面提到 就是说很多要公众参与啊 要取得共识啊 要回应民意啊 官员要问责啊等等 那你不要当香港市民就是 金鱼记忆得六了才行 就是刚刚你辞职之前 搞那个西九股工馆 所做的什么保密啊 那些咨询是假咨询啊 要直接委任盐讯旗啊 就是拿四百五十万给她 刚刚就是这个西九管理局 可以动用的五百万的小的那些 这样 那绕过了所有的程序啊 马会捐钱三五亿啊等等 这些东西呢 你看到呢 全部都是没有公众参与 没有市民共识 也都没有回应文字 更加没有问责的 那你讲的那些说话呢 就正正去对比 你在辞职之前呢 所做的事情的 处理事情的风格 那怎么能够得到市民的支持 你强调整个选举是面对七百万市民 你不要当香港市民是傻 才行的嘛 是不是呢 好了不过呢 那麽就 林郑呢 是会被 附苏曾呢 有一定的 就是 超越了她的优势 那优势呢 那优势呢 就正正 就是说 现在港澳系统呢 包括这个 由张德光一路数下来 去到张曉明 包括这个六八九的余威 余叶呢 是一面倒去支持林郑 那在一个小的方面 你见到呢 有文汇大公做她的那个 舆论的后盾 有一些 就是建制的报纸 包括这个所谓的民间欠报 的星岛 那样是支持她 其实呢 在舆论上面 或者在这个 就是表面那个 这个 就是 所谓的民间的一些支持度那里 或者是建制的支持度那里 她是被胡苏曾呢 是就是有些后来居上的 的感觉的 那 这个是不是就是等于呢 就是 好像刘少佳说的 就是 就是在表面的 和内里的 在公开的 和私下的 收到的风呢 就说中央政府都是支持林郑呢 那 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 消息的来源都说 其实是 未拍板的 未拍板 哪个未拍板呢 港澳系统可能就是拍了板 就是说中央江一路数下来的板 但是 但是 习近平呢 仍然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是未有最后的决定 那所以 是不是就是林郑等于 就是必性无疑呢 我这里是 有相当大的疑问的 好了 那说到胡苏曾 胡苏曾 他 他发表了一个声明 一个书面的声明 就说呢 就很感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 中央政府呢 对他的 信任 批准他的 请辞 对他来说 是鼓励和支持的 给他有机会 在不同的崗位 服务香港社会 服务香港市民 都以为香港和国家的 长远发展出一分力 这个声明呢 其实 看得到 他是有意去 就是 就是 好 那个意志 比较 坚决的是要 选特首的了 那也都这么说 就是在休假期间呢 是不是 就是不是 参与2017年的行政长官 选举这件事呢 做了认真 和详细的考虑 他将会在日内 举行记者会 公布他的决定 记者会 招待会的详情 就会容后公布 他也都找到 他那个 这个 就是 前身民署的人员 帮他手呢 就是担任传媒的联络人 就是说 他的班子 是已经定了 有很多前高官是帮他手的 但是 他似乎 不是很抢 不是很急于一时 不是好像林郑那样 撲出来 就是这个 宣布参选 他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些事情 是要疏离了才行呢 当林郑 是受到这个 就是以张德光为首的 就是港澳系统的 这个 这个支持的话 这样 就是 胡苏僧是不是也要想一些策略 去破这个 这个 这个门局 这个 这个奏呢 如果他得到这个 港澳系统的支持 就是林郑得到港澳系统的支持的话 那么 胡苏僧会在这个问题上面 是不是会 输了一大截呢 那个声势呢 可能会没有林郑那么厉害呢 那么 而且呢 在整个 这个一个月 去等候这个 就是中央法律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 张晓明啊 梁正英 他们这班人 已经做了一个势 就说林郑是 得到中央祝福 必性无疑的 他要扭转这个 就是这个势呢 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难的 那么他是不是在量 有什么方法 可以做这一件事呢 那么我相信呢 如果他 擇日公布 他那个 就是 选举的意向 参选特首的意向之后呢 我们会黎黎的看到 就是他的整个策略是什么 不过在这里强调呢 就是 无论这个 就是 港澳系统的 左派的传媒 吹什么风都好 到目前来说呢 比德 如果能够有机会 给到 这个曾俊华入习的话呢 其实 盘盘的可能性呢 是会极大的 所以在这个 在这里 我就希望 曾俊华呢 就不要只是 只是 周围去 吃这个 豆腐火腩饭 男人的浪漫 就当自己是竞选 其实呢 这个小圈子选举里面呢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 1200人的那些票呢 是 给谁 然后才有机会去当選的 在这里呢 就有很多人的分析呢 包括那些网友回应我呢 就说 喂 这个泛民的三百二十多票 是票房毒药 如果泛民支持他 就一定不会支持曾俊华的 这样 我倒不是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我的理解呢就是 如果曾俊华 能够拿到泛民的票 包括入閘 包括当选的话呢 正正呢 是符合了现在中央对港的政策 那个政策呢 就是 和香港各界 包括反对的力量 大和解的政策 那如果林郑呢 她的票 完全泛民一票都不给她的话呢 其实 梁振英管治的局面呢 不单止是继续仍然依旧 没有变过 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 也不一定的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 这个 曾俊华 真的需要发明的票 才能够入门 能够当选的话呢 我就觉得 无拘 我认为 是要踊跃 或者是 擁抱他们的 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个 才是上策来的